台南解放掃蕩不法集團成員搜證之後 前往攻堅破門而入 當時在房間內的不法集團成員 根本沒有地方躲來看攻堅狀況 原警在嫌犯住處床墊下 查獲了刀蟹等器具 為了要瓦解這一處不法集團搜索的地點 多達了七處 包括不法集團首腦還有成員在內 總共有七人被逮捕 警方查出平時 他們就是拿著空氣槍 鎮霸瓦斯槍 甚至辣椒水等方案工具 來索討保護費 集團成員全遭警方依照恐嚇傷害 毀損等罪嫌移送偵辦